记者张艺陈宜兰报道,工地围离也能化身涂鸦墙。 宜兰市丢丢当森林广场旁正在施作环境景观工程, 因工地为满铁皮工程围离,影响周边景观, 事工所近期光摇涂鸦艺术家前往创作, 让绿色围离摇身一变成为涂鸦墙, 今创作亮相,走在围离旁宛如走入童话世界。 丢丢当森林广场旁正在施作广场扩充工程, 预计7月完工,工地周边被铁皮维离团团围住, 与一旁的丢丢当森林广场有景观上的落差, 为了让维离变成丢丢当广场的一部分, 事工所近期邀请宜兰的插画艺术家黄黄、Katling, 以及国内知名的涂鸦艺术家宋军、北极雄、腐星汉创作, 将围离装玩白色帆布后, 再用油漆,喷漆为帆布会上作品, 今作品完成亮相, 无面不同风格的插画及涂鸦艺术品, 颇富同序, 成了丢丢当森林广场的另一处拍照热点, 是长江聪渊说, 若施工围离都可以变成一幅画, 或是艺术品, 对于城市美感的增加都有帮助, 也邀请其他工部门、企业界, 不妨开放这类施工围离, 让艺术家发挥天分、创意。 宜兰市公所指出, 景观工程预计在今年7月完工, 若铁皮拆除后, 这些彩绘完的帆布, 也会回收再利用, 让艺术家的作品, 能在宜兰市其他地方继续展出。